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新華社自己打臉 對網路遊戲最新表態 綜合報導 大客戶怒爆千輛比亞第一遍廢鐵 中共圖彎道超車 政府補貼催生怪胎 軒然大波 網友騎罵跨省抓捕 山東當局完拜訪人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9號 星期天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新華社自己打臉 對網路遊戲最新表態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9號 大陸媒體紛紛轉發新華每日電訊文章 別忽視遊戲行業的科技價值 新華每日電訊由中共新華社主辦 文章聲稱 研究報告顯示 81%的受訪者認為遊戲促進了AI技術的發展 面向大眾的用戶調研發現 91.4%的受調研者認為 遊戲領域的一些科技創新對實體領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文章說 遊戲既有天然的文化屬性 也有著深厚的技術屬性 遊戲成為科技人才的孵化器 文章還表示 我國遊戲產業逐步告別野蠻生長 並肩負其更加重要的使命 相關部門和從業者或許可以進一步正視遊戲的科技價值 然而 同樣是新華社旗下經濟參考報卻在兩年前發表了另外一篇文章 內容完全相反 更在資本市場掀起了渲染大波 A股 港股的遊戲板塊遭遇大跌 總市值和激徵發接近3000億元 有大陸媒體將這篇文章稱之為是最貴的一則新聞報導 2021年8月3日 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 刊文炮轟網遊行業 將網遊稱之為精神鴉片電子毒品 痛批任何一個產業 一向競技都不能以毀掉一代人的方式來發展 文章稱 當前 未成年人網絡沉迷現象普遍 網絡遊戲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造成不可低估的影響 還提到 過度使用網絡遊戲對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的雙重負面影響 並引用中共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觀點 對於網絡遊戲的過度投入 使得未成年人的時間分配管理出現巨大問題 分散對於其他方面的關注力 影響學業 沉迷遊戲虛擬世界 容易使未成年人游離於現實世界之外 引發性格異化風險 文章裡其他專家也說 未成年人處於生育發育的關鍵期 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 長時間注視電腦 也容易造成身體機能損傷 身體素質下降 該報導雖在4小時後被自動刪除 卻導致遊戲板塊大跌 其中網易跌超15% 騰訊控股跌近9% 同時 報導中所使用的電子毒品精神鴉片的表述 引發遊戲行業對於遊戲監管政策出現變化的擔憂 有網民猜測 這與打擊課外培訓機構等 或為同一盤大棋 中共政府的鐵拳要砸像遊戲了 在對於網路遊戲的問題上 中共新華社暴露了其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的真實嘴臉 正如網路上流傳的那首打油詩 我是黨的一條狗 蹲在黨的家門口 黨叫咬誰就咬誰 叫咬幾口咬幾口 當需要打擊網路遊戲時 新華社將其批得體無萬夫 當需要它時 又將其稱之為是科技人才的孵化器 大客戶怒爆千輛比亞迪變廢鐵 中共圖彎道超車 政府補貼催生怪胎 日前 深圳市愛出行汽車租賃公司 iGo分食共享平臺 接連在媒體發聲維權 稱公司購買的10333輛比亞迪騰式電動汽車出現電池故障 要求比亞迪能給予回應 愛購創始人吳建明指控 該公司為了支持民族品牌 在2016年前後購買了1700多輛比亞迪電動車 支付了4億多元人民幣 其中1333輛為比亞迪騰式300型 都是用於租賃運營 但這些車剛上線就被投訴續航能力不好等等 一年多後 平臺出現大量推車情況 騰式300接連被投訴電池故障 衰減嚴重 續航能力不足等 其中1033輛車續航只有150公里 遠低於比亞迪官方宣稱的300公里 千余輛騰式300租不出去 導致公司損失6億多元 面臨破產倒閉 愛購多次聯繫比亞迪 並採取法律手段維權 但比亞迪方面一直高高在上 非常傲慢 根本不予理會 愛購公開維權僅僅兩天之後 就陷入沉默 疑似遭大打壓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一個資深汽車行業人士指出 愛購的公開抗議再次讓備受詬病的國產新能源車暴露在了公眾面前 因為隨著輿論管控的收緊 近年來 媒體已經不太敢觸及國產電動車的品質問題 原因是新能源車產業被視為是彎道超車的國家戰略重點領域 即便是出現停滯狀態自然 或形式中起火等嚴重的事故 一般也不允許媒體提及 所謂彎道超車 是指中共到處盜竊西方先進技術 然後用來生產所謂領先世界的國產品牌 但這些山寨品牌往往質量低下 比亞迪則是中共國家戰略的龍頭企業 官方資料稱 2022年比亞迪新能源車的銷售全球第一 不過其銷量主要集中在國內 原南方都市報創始人程義中即在推特指出 因比亞迪車品質問題導致損失6億多的苦主 不但上網投訴索賠不成 甚至可能會遭抓捕 因為公檢法同時還受命為各地龍頭企業保駕護航 而被司機稱爲爛車的比亞迪 本身就是受政府恩寵保護的怪胎 知情人指出 因為電池的品質問題 比亞迪車爆炸或起火的案例很多 但大多數都被禁止報導 但即便如此 比亞迪的實際盈利能力和成長空間並不被專業人士看好 自媒體人統計 2022年1月至7月至少發生了37起中國國產新能源車起火燃燒事故 但都沒能被媒體報導 軒然大波 網友騎罵跨省抓捕 山東燈局完敗放人 據新聞媒體的報導 去年8月 山西省樊市縣男子龐彥斌在他的個人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3篇 替山東車主苗某某打抱不平的文章 作者Dust Law撰文說 這些文章目前已經被刪除 只能看到相關的標題 山東林義市宜南縣交通執法太厲害 上路追車還打人 向山東省濟南縣縣委書記侯正夫反映交通違規上路追車導致車禍 惱羞成怒當派出索面搶手機打人 致信山東省林義市委書記仁剛 宜南縣政府官官相互說瞎話 扮假事 敷衍老百姓 作為公民 在網路公開發表文章 監督交通執法權利 向地方領導反映 已經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違反違規現象 是法律所賦予的權利 值得一提的是 龐彥斌還是2022年度山西省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員 但出人意料的是 在文章發布幾個月後 今年1月30日 龐彥斌卻遭到山西林義縣警方的跨城抓捕 在山西參加親戚的婚宴時 林義縣警方從天而降 把龐彥斌直接從山西帶到了山東 警方抓捕龐彥斌的理由 是早已臭名卓著的尋釁滋事 這件事情經媒體報導後引起軒然大波 江蘇法德東橫律師事務所的藍天斌律師 北京市靖哲律師事務所的鞏華律師 為龐彥斌提供了無償的法律援助 藍天斌律師認為 龐彥斌出於監督政府部門規範執法的心態 出於關注社會的熱心 發布相關文章 並在文章中配有現場視頻和照片 服役監督政府部門的評論性文字 不屬於編造或散布虛假信息 山東省宜南縣跨省抓捕輿論監督者 可以說被罵慘了 宜南縣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宜南公安評論區也在近日出現了大量網友的批評言論 好大的官威啊 我想批評你們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被跨省追捕 我點贊了 你們可以跨省追捕我了 在輿論關注後 2月17日 宜南縣公安局對龐彥斌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被激壓了半個多月後 龐彥斌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走出了看守所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眾人週末愉快 再會 謝謝 謝謝 請大家 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